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上一期我做了一个关于台湾的那个节目的视频 很多人给我留言,上千条,实在看不过来 但是我尽量就是每一条都看了一下 一些有脏字的我就直接删掉了 基本不做评论 今天我想把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观点 特别是攻击我的,批评我的观点 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我来做一个回应 我肯定不能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讲 我就选出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能够反映出一些他们的一些思想的一个意识形态 还有就是可以看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 一个逻辑性的缺陷 还有他们的这种大脑的这种条条框框 我不想把他们统一说成五毛 这里面当然不罚不少人是五毛 是拿钱办事的,是为骂而骂的 是过来故意来攻击我的 是执行任务的 这种情况也不能够排除 咱们不去管他们是不是五毛吧 总之就是他们这些言论就很有代表性 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 对对对,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台湾人确实什么新闻都能拿得到 除了真实的新闻 中国虽然有防火墙 但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年轻人都会翻墙 我不知道他这百分之六七十的年轻人都会翻墙 是这个数据从哪来的 我也很想知道 他只看到了一个娱乐性的一个新闻节目 里边的某一个嘉宾说的某一句话 他就认为整个台湾人是拿不到真实的新闻的 这种说法可以说不值一提了 不值一搏 还有秋田花田说 我虽然是大陆的 但是我还是会嘲笑台湾的民主 两个烂党和一个有什么区别 况且只会窝里斗 刚才那个人是不了解新闻自由的情况 这个人是不了解民主制度的运行 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两个烂党不管他是不是烂 但是是人民选出来的 是代表人民 是获得人民选票的 你想成为一个烂党的党主席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经过大家的选举 你要经过投票 你要展示出自己跟别人的与众不同 自己的能力 佛罗话你拿不到选票的 竞争这么激烈 两个党跟一个党的区别 那是本质性的区别 两个党就说明是有 英文叫做check and balance 制衡 而一个党是没有制衡的 这个党可以为所欲为 可以兴风作浪 我们中国历史上 从皇权时代 皇帝一句话 就可以造成多少人无辜人去死 到后面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 到后面一直到今天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一句话 全中国人所有人都失去了某种自由 或失去了某种权力 他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比如最近的这次 不允许去台湾 他可以一句话就不允许出国 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出国了 也就是说没有制约的这种情况 跟有制约有制衡的 有人民监督的 是完全本质上的区别 根本不是数字上的区别 下一条是 这是不是叫钻牛角尖 世界上还有叫乞丐的一个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说 美国人吃不上饭了 这个也很有代表性 就是当你批评中国有问题 可能会有人吃不上饭 看不起病 上不起学 会有一些老百姓 挣扎在贫困线的上下 这种说法是反映事实 而中国人看到这种说法 会立刻跳脚 立刻就怒了 就说美国人也有穷人 对吧 台湾也有吃不起泡面的 不管别人吃得起吃不起 现在说的是你 你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想想你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是不是贫富差距这么严重 是不是很多老百姓没有权利 他们的利益会随时被公权力所剥夺 那这里边是不是要反思 政府有没有错 这个政策上有没有问题 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是为什么 就像说我在走路的时候 朋友会提醒我说 你怎么驼背啊 你挺起身板来 那我可能会注意 下次就不会这样做 我不可能上来说 我驼背关你批事 对吧 我不会说 这是我自己的内政 你们没权干涉 不要指手画脚 这样的态度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正常人都知道 同样的对于国家来讲是一样的 别人说出你的问题 说你不要这么做 提醒你 你就说这是反华 这是不怀好意 亡我之心不死 这种思想就是典型的一种玻璃心 典型的一种自卑感 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 由于长期受到这种新闻的这种洗脑 这种教育 这种灌输 所以把它变成了一个自然反应 一个条件反射 别人一批评 立刻就跳脚 立刻就发怒 立刻就驳斥 而不去好好想想自己自身的问题 可以说这些中国人 有这么大的反应 说明他们是没有思辨能力的 下一条 1900年的中国人也吃不起 那时候还没中共 现在反而越来越多的人能吃得起了 虽然比西方还有差距 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一个过程 中国建国才70年 当然比已经发展200多年的西方国家差 你就是嘲笑一个婴儿 蹒跚走路的井底之外 等婴儿长大了会把你打死 这些个网友很幽默 说婴儿长大了会打死我 特别是在我 在这个婴儿走路的时候 指出他的问题 他们把中国叫做婴儿 把自己母亲叫做婴儿 我觉得 首先就已经逻辑混乱了 他已经自己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了 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同意他这种说法的 马上都要伟大复兴了 怎么又变成婴儿了呢 而且这也是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跟100年前的中国去比 对吧 那我们现在 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可以跟100年前的国家去比 都有进步啊 所有人都有进步啊 那是不是就 这个世界上就不要有批评了 就不要有指责了 就不要有反思了 对吧 就不要有纠正错误了 大家都没错啊 大家都有一百年前的过去啊 对不对 每个国家 一百年前都很烂啊 现在都比之前好了 是不是 他们就不能批评了呢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不能去纠正吗 不能去指出他们的问题吗 所以这种说法是毫无说服力的 如果你说中国只是不过他的发展阶段比较晚 那你这种说法其实是 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说你把中国跟西方放在一个框架里边去比 西方的发展是一步一步来的 开始从封建转到资本主义 转到民主制度 而中国实际上根本就跟他们没有可比性 你不能把中国放在西方发展的一个框架里边 说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比较晚 还比较落后 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我们就看宋朝的时候 中国的宋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均的GDP都已经超过现在 经过几百年过去了 为什么现在中国人还不如宋朝中国人那么幸福 中国的政府还没宋朝的时候那么连接 宋朝时候的言论自由都比现在好 都比现在强 所以说你怎么能够评价说现在就比过去强呢 有些东西是硬性指标 比如说科技 比如说这个多元化 多样化 这个东西当然是硬性指标的 但是很多东西是没有硬性指标的 比如幸福感 这东西你怎么来衡量 你要拿1900年跟现在比 那还不如拿1800年 1700年 1600年去比 或者公元前比 那所有人都现在都进步了 所有人都比1000年前更健康了 那是不是大家又不要批评了呢 比如说附近被批评一个孩子 说学习成绩不好 那孩子可以说 那我在凉肚子里的时候 我还没学习呢 现在我都会1加1等于2了 是不是我都会2加2等于4了 是不是已经有进步了呢 下一条是说我本来反感中国是有强的 现在发现中国确实需要强 因为没有强谣言会晚天飞 说我太low了 这种说法呢 也特别特别有代表性 我里边发现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人说 我在国外这么久 每天看YouTube 并不觉得 并没有什么特别 还有人说 翻墙好easy呀 国家限制你翻墙了吗 这些人首先他们本身自己就互相在矛盾 前后说法就不一 一会儿说中国有强 一会儿说中国没有强 一会儿说中国人 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会翻墙 一会儿说支持中国人有强 到底是有强还是没强 到底你支持强还是不支持强 那你不支持强为什么要翻墙 就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法自圆其说 所以我们当看到这种人 就是自己在翻墙然后同时说应该有强 中国应该有个防火墙 制止别人去翻墙 对吧 制止别人去看到一些信息 但自己却在翻墙 去翻墙说这种话 这种人你看到之后 你就知道他的所有的话都不可信 直接看到这些人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用搭理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就言行不一 你支持中国政府有这个防火墙 让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其他外面世界的东西 你支持的话 那你就不要翻墙 你就符合中国的法律 对不对 老老师在中国待着 他们自己都是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 因为他们已经做出选择了 你翻墙也好 或者到国外生活也好 你已经做出了一种选择了 就是你不希望这个墙限制你 你不希望有这个墙限制你去登陆外国的网站 登陆YouTube也不希望这个墙限制你去出国 所以你要到国外去 国外大家有一种说法叫肉身翻墙嘛 你肉身翻的墙了 然后你反过来又支持这个墙 支持中国政府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已经用脚投票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其实是不想在那儿生活的 你不喜欢那个地方 否则你不可能选择别的地方 选择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选择一个语言不通顺的地方 对吧 你选择一个西方的国家去当二等公民 你也不愿意在中国 在自己的祖国去当一等公民 对吧 你已经做出这个选择了 你说什么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 你说再怎么说爱国也没有用了 就前两天 应该是昨天吧 就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地区 举办了一个集会 这个集会是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支持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 所谓爱国集会 是由加拿大多伦多的这边的 一些华人组织办的 我在推特上曾经调侃过 他们小部分部分是统战组织 大部分是骗钱组织 这些统战组织呢 就拉这些骗钱组织过来 大家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这活动用小块根都能想得出来 是由领事馆赞助的 支持的办这个活动 平时办这种活动的肯定是要 大巴车鞋车送 对吧 然后管盒饭 发钱的 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发钱 如果没有发钱 我希望所有参与活动的人 去找这个组织 找主办方去要钱去 因为他们没有发钱的话 说明他们把领事馆的经费给吞了 这些人其实就是典型的 已经肉身翻墙了 已经用脚投票了 拿着加拿大护照 宣誓效忠英女皇 然后现在这边有所谓的 要去游行 要去爱国 我不知道他爱的是哪个国 是加拿大还是中国 然后这些人那么义奉填膺的 说要铲除所有的港独分子 对吧 台独分子 就好像他们是有权力的 他们手上有枪的 好像他们是中国当权者一样 实际上他们狗屁不是 他们如果回到中国 做中国人的话 他们可能三个公民都不是 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会被这个公权力所压榨或欺凌 所以呢 这就为什么你们要出国 这就为什么要加入加拿大国籍 跑到加拿大来 对吧 这也是原因 或者说你觉得加拿大会有更好的生活 这么远 不远万里的跑到加拿大来定居 把孩子生在这儿 受洋人教育 给洋人交税 对吧 你已经做出这个选择了 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加拿大人就行了 但是这些人为了骗经费 为了拿好处 为了回国可以有顶着一个 所谓的侨领的头衔 去作威作福去骗吃骗喝 所以呢他们要 积极参与中国政府 中国领事馆 去办的这种活动 这种人才是真正典型的投机分子 所以你在海外 和你在所有翻墙过来的这些人 这里边发现哪些人 是支持中国政府的 是强烈支持中国政府 支持共产党的 这些人你就知道他们都是投机分子 他们都是为了钱 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因为他们已经 实实在在的已经做出了选择 做出了翻墙的选择 比如说这个人说 我在国外这么久 每天看YouTube并没有什么特别 每天看觉得没什么特别 还要每天看 这就是自己打自己脸 这个人也是一个典型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人 我在海外读书生活多年了 也经常用YouTube和Facebook 关心一些国际政治 但是看到的资讯越来越多 越觉得大陆的生活还不错 政府的管理方式 还是蛮适合国情的 然而海外人民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体验起来也没那么民主 反而有时让人忧心忡忡 这位网友对西方的民主忧心忡忡 但是对中国的不民主 却很放心 觉得很好 首先第一点 如果你这么认为 那你就应该回国 应该在国外生活工作学习 第二呢就是说 你用Facebook 用YouTube去看这些国际政治 说明你已经享受到 西方自由民主的好处了 而你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意识到你在海外的生活 工作 学习 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是你已经决定了海外的生活 学习 工作 比国内好 我觉得你忧心忡忡的地方 就应该是如何保护 你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民主的 这种体制 你在海外拥有的自由 和你享受到的民主 如果全世界都是中国一样的话 中国这种体制的话 被中国各种渗透的话 那你没有必要出国了 你就在中国待着就可以了 你出国就是因为西方 跟中国不一样 西方有自己的更好的制度 我觉得所有的西方人和 出了国的中国人 华人都应该想到说 如何捍卫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享受到西方的好 然后再去批评中国比西方好 这就是前后矛盾 下一段是讲到台湾的 说台湾地小人少 可是要治理整个中国大陆 以及56个民族在内的13亿人 但是我相信任何政党 都不会比共产党做的更好 这种说法是没法验证的 共产党不会允许任何政党 去挑战它的地位 去替换它 去做它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说你怎么知道 别人做了就不比它好了 很多人就说 你行你上 对吧 你批评现在的领导人 那你当领导人试试 你看看你能做的好不好 对吧 这种说法没法验证 或者说是一句废话 我也可以说我保证比习近平做的好五倍 好十倍 都可以 对吧 我可以保证 但是我也没法验证 因为你没法做 我做了之后验证出来呢 而且你也怕我真正去做了 真的验证了 确实比习近平好五倍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所以说也不可能让我去做 以后你再看到这种 你现在批评 现在的共产党不好 换个党也不一定好 也肯定没共产党好 对吧 你觉得不好 有个人你试试 当领导人 领导人多辛苦啊 对吧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难管 对不对 这个日离万机的 你当了中国的国家总理 你当了国家主席 你肯定没现在做的好 你这种说法 其实很容易反驳 你就这么说 我现在做了这个国家主席 我会比现在做的好五倍 对吧 你说我做的不好 我可以说我好五倍 反正都是说说而已嘛 对吧 反正也不会让我去做 听你说这话 觉得很可笑 这种所谓的专家 幸好没有在我们大陆 这个说的专家 应该是指了 台湾那个节目的那些专家 说实话 台湾的政论节目的专家的水平 在我看来 远远超过中国大陆的 上央视啊 上什么环球时报 接受采访啊 就那些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专家 台湾专家 说实话 比他们水平都高 这是一个讲的平均的 不是说一定每个人比每个人高 但是说实话 现在大陆人把金散荣这样的人 捧上天 说他讲的多有道理啊 我觉得这种水平的人 把他当作王牌专家来看待 把张绍忠这种局作当作大专家 这就是非常可笑的那种行为了 他们说的这些话 错误百出 漏洞百出 连最基本的诚实都没有 然后就是现在中国最顶尖的专家了已经 这就非常非常可笑了 随便一个台湾的名嘴都比他们强 其实就是我上期讲的那句话 你没有任何言论自由 没有任何的思想的自由 你这样培养出的人 当然是井底直挖了 对吧 台湾人 当然有一些人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 因为时间有限 我最后再讲一个 这个人说 哈哈众人皆罪 你足省啊 哈哈我就不信你所说 一个被西方自由主义洗脑的人 这个人说我被西方自由主义洗脑 本身就说明他什么都不懂 不懂什么叫自由主义 也不懂什么叫洗脑 我们来看什么叫洗脑 洗脑最开始是美军在寒战过程中 发现很多的战俘 还是特别坚信共产主义 坚信毛泽东思想 然后大家就给他很多的资料 他还是不相信这些西方人的这种说法 美帝的说法 觉得美帝都是很邪恶的 然后美国人就会发明了这个词 就是洗脑就是认为这些人是被洗脑了的 然后这个Bringwash这个词 后来就翻译成中文 直译就变成洗脑 所以中国人才知道什么叫洗脑 其实这个手段早就在用了 用共产党的话就叫思想改造 就是改造你的思想 其实就是一种洗脑的方式 洗脑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下 是一言堂的这么一个社会下边才可能出现洗脑 就是你不允许有任何不同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出现 然后就给你灌输某一种思想 你只能相信这个思想就是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真理 共产党的说法就是真理 你只有接受这个 你就是真正的被洗脑了 而西方先不说自由主义 就是西方整个社会 它是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社会 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日本都有共产党 都允许他们存在 西方人不会被洗脑 因为他们接收的资讯是各式各样的资讯 互相矛盾的互相冲突的 什么样的资讯都能接受到 然后他们再凭自己的能力去分析 你相信哪个 有些人比较蠢的相信了共产党 相信了马列主义对吧 包括在美国也有相信马列主义的人 也有相信共产党的人 这些人也是他自己做出一个选择 但是你不能说他被洗脑了 而是他主动接受了这种说法 对吧 因为有很多说法 他就选择了这个 只有在一言堂的时候 你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 才叫真正的洗脑 而中国的这种环境下 才是真正的洗脑 而西方是不存在洗脑的 除非说你入了一个某个教会 某个邪教组织 然后他给你洗脑说 你只能信我们 别人不能相信 批评我们都是邪恶的 都是evil 这种情况下就是叫洗脑了 但是西方的整个社会总体来讲 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社会 它不是不存在洗脑这种说法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你被西方洗脑了 你被美帝洗脑了 你出国之后就上了他们的当 被他们利用了 这个说法就很可笑 这就是中国人叫以己度人 你把自己的一个情况 放在了其他人身上 其实中国人才是真正的 被利用了 被洗脑了 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其实给我留言的人很多很多 我光挑出来的就有几十条 我刚才可能讲了不到一半 所以以后我会抽空 做这样的节目 挑出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跟大家聊一聊 评价一下 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下 应该如何去思考 并不是说我跟他们有仇 我要拿出来花时间去骂他们 这个我觉得倒无所谓 他们这个骂我的人多了去了 我也不会在意 我挑出这些东西给大家展示呢 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 那么以后我同样呢 也会挑出一些比较讲道理的 对我的批评的声音 我也跟大家可以去一起分享 一起讨论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反驳我 能够批评我 我在哪些地方说错了 比如说之前说错一个发音 某个成语的发音 我可能说错了 那么大家提出来 我也感谢 感谢大家指出这个问题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